doddodd 你看切刀就可以A,A出来这一下 哎呦 呦 卡片A了切刀 立马切刀A 所以A A出来了 哼 几下了 跟我 跟我缓缓给这个剑身来一群 Jungle Gap 直接破他的房我干 直接破他的房 别吧别吧 无尽遥不可及 无尽真的很不平滑知道吧 这暴风大剑有垃圾 装备有垃圾 真不如正无剑的 正无剑的还给小兵野怪额外二十点物理伤害 同样是一千战 别人给十五点攻击力 我觉得攻击力十点就是这 几点攻击力加成是真的没那么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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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嘴 好 好 好 有 行 5.3% 卡一下限兄弟 這個輔助就不是很需要有礙招著 雖然你看,他段位有可能不是很高 但有時候就確實是比這些大師的一些輔助 知道吧 不在弯的舒服,我真的觉得有些大师还不如一些那种比他断为第一的 挺好的,我也觉得有些正确的 这把给你们试 无尽留的 好吧 像那个卡莎 怎么还是正无尽 但是他都不去研究一下新出装吧 怎么还是这么粗啊 看暴击能暴多少 哇 这很,很无奈,你知道吧,你知道,这无尽,捏在手上很无奈啊 老子花,花三千次买回来,跟个爹一样的供着他,感觉像是 好无奈的装备 对,就感觉我,还像一个婴儿一样,你知道吧,很需要保护 其实他这一波,主要是对面塔太,那个,确实可以先拆塔 但我的想法是,先 你,可以像这样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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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薄金医 但是你不能像这样杀,杀 所以说,偏段位低一点的 这偏段位低的一点的,我觉得,防风也更加好一点,知道吧 不禁固然伤害肯定是高的 这是慕庸之宜 你总管他神话被动有多垃圾 他这个基础属性真的是 三千次能买到这个装备 就是AD的神话装备 优优独播剧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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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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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